字幕志愿者 周杰 图 chose at the Retail 接着由当升任Intel总裁的 splitJane James进行演讲 題目為A New Airing Computing 回顧45年來Intel半導體發展 提及Intel創辦人Gordon Moore 在1965年發表的Morris Law 摩爾定律 與其每隔18個月晶片上電晶體數量成長一倍 而Intel一直按照定律作為發展藍頭 在半導體技術上取得了領先優勢 2003年Intel導入90來米製程 2005年成功導入65來米製程 2007年導入HiKate Metal Gate 45來米製程 2009年順美導入32來米製程 2011年突出了距突破的3D電晶體技術的22來米製程 Intel的14來米製程 而準備就緒在2013年底量產 於其2015年將會按照規劃推出10來米 2017年推出7來米 Intel有種不斷突破懸有的階階 或是在21世紀的21世紀 我們所做的是 基本上的科學歷程 只要製造一個新的產品 例如HiK Metal Gate 或3D電晶體 PC市場正進入全新時代 個人電腦不再被局限於舊有的方法 正如1980年MOTOROLA手提款的話 正採用1,500奈米製程 當時並不能想像 手機進化至22來米製程 它的運存能力相較Platium 4還要強大 Intel是半導體技術的優勢 令國王只能夠幻想的應用變成真實 展望未來運算將無所不在 所有裝置、物件、軍具有運算能力 意味著整合運算解決方案 必定會向更小、更快、更多功能 和能夠大量生產的方向發展應進 但侵入式應用、物聯網絡、車用電子 所謂醫療和工業自動設備等等 由高性能Intel Core 系列 至針對低功耗、低運算量的 Intel Work 處理器系列 Intel 因應不同的運算需求 提供適合的處理器 Renee James 展示了針對數位醫療市場的MC-10 她仍在研發的階段 能夠檢測病人的身體狀況 透過網絡傳送去醫生的系統中 提供最新而且準確的病歷資料 而系統可以協助醫生管理眾多病人 如果病人出現突發狀況 亦可以即時察覺提供急救支援 所謂醫療指援未來運算無所不在的冰生液格 Renee James 指出 2050年全球將會有70%人口住在超級城市 半導體技術的發展 將會進一步提升智能城市的機器對機器 Machine to machine 數據管理 A single sequence used to be 70 million dollars It's now less than 5,000 dollars to do one sequence and we are on route to make that a thousand dollars 此外 Intel 正同鵝乃乃干州健康與科學大學 的內特男性研究所合作 進行一項計劃 目的是降低分析人類 基因圖譜 以及創建很多位搜索的DNA地圖所需的成本和時間 現時約有三分一女性和二分一男性死於癌症 Intel一直努力提升運算能力和處理海量數據 以面對未來的挑戰 為了應付網絡高速發展和數據運算的儲存需求 迫Data時代正式來臨 為了更有效率應付數據量幾何級數的成長 Intel努力從求數據中心 幫助企業應對日益增長的環服務需求 有效管理全球數十億使用者 和互聯設備所產生的數據 協助數據中心和伺服器 網絡、儲存和安全彈環服務供應商 建立一個通用和元件定義的技術基礎 會上同時發佈針對數據中心應用的 AtomC2000系列處理器 代號分別為Archerton和Rangeley 專為微型伺服器 難數據儲存 和入門級網絡平台而設的 第264位於原體同單晶片 將會在Intel面對 安格構入侵伺服器 和數據中心市場的最低武器 I'd like to invite all of you to not be encountered by history and to go off and do something wonderful Thank you LABON TRO CAL LINE CAL C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